国民党史报一个中国的神主牌 以马英九 赵少康 韩国瑜 朱立伦为首的国民党 不失如何落实蒋经国先生的路线 却反其道而行 不但不反共 而且亲共 第二次政见发表会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炮口对准国民党 想用你的魔法对付你 让全国的民众来评评你 国民党对得起经国先生吗 对得起生养他们这块土地吗 对得起广大的台湾人民吗 大打一中牌狂骂国民党亲共 而侯友也回籍说好的台独呢 七年了 你也不敢费职业法 你就跟台湾創汤而已 尤其你国国一条 两岸直行就是木马图成绩 我请问台湾现在哪一个城被堵了 有时候爱清德先生 你的台独的时刻 要去改一下 无法务实的理性看待两岸的关系 我做总统 平等尊严友善底下 会发的问题 尽数协商 那先生你国的台独主张 却是两岸和平 发不去的万从山 批台独神主牌一到选举 就暂时收起来 意识形态 这样还不够 再杠年轻人最关心的社会宅 八年任内 要推动20万户的社会住宅 在明年520卸任之前 新建的 不管是完成或者是已经完成发包 有12万多户 包住贷管将有8万多户 换句话说 20万户的社会住宅不会跳票 清德未来也会以八年为期来规划 总共会有30万户 新北市目前正在进行温子军的重划 如果地方政府或者是侯市长 他不愿意这样做 或者是没有能力这样做 可以把土地用原价卖给中央 强调绿色执政的八年 设宅数不会跳票 赖上任加码再盖30万 但侯友宜说 赖市长设宅我盖过 你有吗 你刚刚讲社会住宅 我觉得更不以为然 赖市长 赖院长 你当过台南市 又当过行政院长 你一户的社会住宅都没规划 台南市到现在 是六都唯一 没有社会住宅完工的 我们新北市不太有规划 也有完工的 我们家一家已经有1.1万户 你要特别组温宰进 我再说一次 温宰进得过蔡英文总统 颁发的杰出公务人贡献奖 尤其策略发展区 一定未来可以盖更多的劳工仔 政府规划的是政府规划的 也有我们民间会投资的 所以绝对会超过2100户 从意识形态占到居住正义 虽然说是证件发表 但你踹我一脚 当然也得还你一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